嗨,大家好,我是谢老板 感谢大家观赏并且欢迎各位老板到我这边做订单 这个是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连银港的工厂 这个是厂长,专门管内务的 张工荣大家都知道的,专门在外面去跑 就是跑业务去做一些水洗配套 我是给大家负责下单的谢老板 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反面 这个地方叫Blue Line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floating in space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原来有个乐队叫Spiritualized 这是它最好的一张专辑 我们的灵感来自于这里 然后打开门 我们开始大概的参观一下工厂 然后每一个设备一会儿再继续说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样品间 我们就不带大家看了 因为里头涉及到一些很多品牌什么的 就不带大家看了 这个是一个CAD的打印机 这个大概做什么用呢 这个就是出图 裁剪的时候出图 然后这样一用的图都要从这个机器往前出 就是做那种裁片的纸压 然后我们去继续往前走 带大家去看一下工厂 还是很大的 我们差不多有七八百平 七八百平 然后这个是之前给大家去带大家去看过的一个充容的机器 就是全自动的充容机 这个充容机差不多要十万块钱左右 而且很精准的这样充容 然后充完绒以后给大家去进行一个锁边 所以这个绒包括充容的量 包括裁边 这样的话不会把东西搞脏 这个里面就是分成几个区域了 让厂长或者让张光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 然后这边是一个龙门刀 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较精细的裁剪活 然后这个是日本的KM的 这个龙门刀当时买的时候非常昂贵的 这个国内有这种龙门刀的多吗 不多 然后只有一些特比较大型的工厂 就是说 就是那种可以支撑得起的吧 一般小厂不会用龙门刀做什么用的 可以做一些 就是裁剪一些比较精细的活 就是我们的工厂 就是你但凡能想到的产品 我们都能做 可能鞋子不能做 专业的香包不能做 其他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都能做 还有那种毛衣的那种针织 打毛衣那种做不了 其他基本上都能做 所以欢迎大家来我们这边下单 我们给大家马上会介绍所有的区域 不同的功能的区域 然后给大家介绍每一台机器 是什么品牌 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的 厂长会给大家去演示 这个机器到时候是怎么样去把东西做出来 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吧 哈喽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生产区域 我们现在的话 大概里边有20多个车工 然后机器设备的话 大概有四五十个吧 可以容纳四五十个工人 然后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厂里边的设备 我们厂里边的设备 以日本进口的设备为主 因为日本的机器的话 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保养会比较简单方便 而且就是比较耐用 再一者来说的话 日本的进口的设备的话 就是档次也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这台机器 是来自于日本的森本 是属于一台马王袋的机器 就是它可以做一些牛仔裤的一些马王袋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就是 牛仔裤或者休闲裤的裤盘 它一体成型 做出来非常美观漂亮 然后我们的真织设备 全部是来自于日本的Yamato 就是大和 大和的话 基本在真织设备里边 也是属于一个一哥的地位 这个是大和的考编机 然后我们的平车 是来自于兄弟的7300 603系列 基本上在现在的平车里边 属于一个 比较顶级的一个设备了吧 然后现在的平车 都是也是比较偏智能化 它都是触控屏 然后可以做固件升级 然后我们的厂里边的双真机 是来自于日本重机的 一台双真 然后接下来继续介绍 我们的针织设备 然后我们的牛腿 也是来自于 日本原装进口的Yamato 然后这台设备的话 可以做一些 领子之类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 我们的卷低牌的机器 也是来自于 日本原装进口的Yamato 这台机器是带左刀的 就是可以就是你 比如说你做T恤下摆 然后它可以就是说 做的时候就把下摆 多余的边全部都切掉 它是这是一台带刀的机器 当时买过来是非常昂贵 一般工厂不会用 一般工厂不会用 去用这个品牌的左刀 然后这台是拉腰机 也是来自于日本的森本 然后主要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做一些松紧 腰部的松紧 然后接下来介绍 我们的三针五线机器 这台是小方头 来自于日本的飞马 我们的针织设备 一般做的比较细化 然后小嘴有专门的小嘴的机器 这一台是来自于台湾的金轮 当时买的时候 这台小嘴也是属于比较昂贵的 在当时来说 然后我们做牛仔卖夹的机器 是来自于重机和Union Special 合作的 合作开发的一台35800 这台机器就是说 熟悉牛仔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这台是卖夹里边的绝对的王者 我们苏质类产品 其实也是可以做的非常非常细化的 珠编机也是厂里边本身就有的 然后这台是真珠编 就是珠编的话 就是做出来是两边是一样的 就跟手工做出来的是 没有基本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这台的话 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 重机的密烤机 这台机器主要可以做一些 布章的一些密烤的考边工作 然后台版什么都是可升降的 这台机器当时买过来的时候 也是属于比较昂贵吧 比较昂贵的一台机器 我知道很多工厂的人台 可能都用一些国产的建制什么 可能他们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当时我们开厂的时候 就所有东西 硬件设备的话 就尽量都做到顶级 我们的人台是来自于法国的百年品牌 Stockman 就大家懂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像迪奥 香奈尔 他们的橱窗里边 全部都是用的这个牌子 这个一个人台的话 可能目前市场价也要1000多欧 可能很多工厂都有粘衬机 但是可能懂的朋友 就是都知道 就是像重机的粘衬机 可能大家很少很少有人能见到过 但是我们工厂用的是重机的粘衬机 这边是我们的后道区域 我们的后道区域采用的设备 也全部都是兄弟和重机 都是属于日本比较好的品牌 烫台的话可能大家也见过很多 但是像重机的 日本原装进口的烫台 可能包括做服装厂的朋友 很多也都没有见到过 但是我们厂里边的整套设备 全部都是来自于重机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裁剪区域 我们的裁刀全部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 伊什曼 然后懂的朋友可能知道 这个裁刀 伊什曼和那个当时我们龙门刀那个牌子 KM两个是属于最顶级的裁刀品牌 然后那个给大家就是说 稍微浅浅地做一下秋冬的预告 像我们秋冬的产品 可以就是很简单明了去拍给大家 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 像我们用的作为服装配件的类的材料 全部用的都是进口的真皮材质 可能就是说我敢断言就是现在市场上边 90%的商家说自己是真皮 但是实际上都是用超鲜和PU材质去做的 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很光明正大的去派给大家去看 因为现在市场上边就是大家去很难去分辨一件衣服 用的材质到底是超鲜还是真皮 因为现在超鲜特别是绒面的 做的和真皮的相似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然后那个像我们作为配料来讲 就是这一整张皮 作为领子的一小点辅料 只能下四到五件衣服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直白 知道这些机器是干嘛的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很简短的演示视频 这台是森本的毛奈基 然后下面让厂长来演示一下 这是大家平常能要平常裤子上面的裤盘 然后这个是正面 这个是反面 就比较工整 对比较工整做出来 然后这个是大盒的烤鞭机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烤鞭机是干嘛的 做出来的效果 就是比较工整 比较工整 用大盒子嘛 做出来县剂之类都是比较漂亮的 看不到啊 县剂都是比较工整的 很清楚 好 然后那个给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服装里边 缩织里边就是最常用最常用的一个机器 就是平车 然后这台平车是来自于兄弟的7300603型号 平车基本上都是属于走所有的直线用的东西 就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最常见 最常用也是最关键的一种设备 然后让厂长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平车都是这种走直线用的东西 就是很工整啊 然后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台Yamato的牛腿是干嘛用的 这台机器主要是做领子跟盖线用的 然后下面让厂长给大家演示一下 声音特别清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线剂 非常漂亮 正反面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大盒的左刀 是做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下面那个让厂长去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底下所有多余的部分 全部都是给切掉的 这是一个好的真正产品 必备的一个东西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拉腰机是干嘛用的 然后正好我们这边有现成的一个产品 主要是拉一些像运动裤 或者一些缩织裤的松紧腰 拉出来的效果对非常工整非常漂亮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牛仔里边的卖家车 做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包括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为什么35800是牛仔工厂必备的一台机器 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线剂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正面的线剂 非常工整 然后背面的它的链条线 就是是属于那种比较抛的 比较饱满 对比较饱满非常漂亮 可以看一下侧面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猪编机 也就是共针机 做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为什么说高档的西装和大衣 必须要必备的吧 这台机器 这种机器是跑不快的 已经最快的转速了 这已经是最快的转速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加工费非常高啊 这已经是最快的转速了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真珠边 真珠边就是说它正面 跟反面都有珠边的效果 像假珠边的话 它只有正面 有这种手工针的感觉 但是背面是背面是链条线 但是真珠边的话 就是它正面跟反面 都是一样的 跟手工针几乎没有区别 大家可以看看 有很多那种高档的定制的西服 或者是大衣 或者是大家经常能看到的 那种专门做大衣的品牌 什么Maximal什么的 它们一般的领子都是 像这种珠边的形状 这就是用珠边机做出来的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密烤机 是做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下面有请常常演示一下 比如说有些布章啊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看密烤的效果和线迹 它是非常密的 就是适合做像布章的包边啊什么之类的 大家可以这样清楚的看一下 很精美很精细啊 经过以上视频的总结 大家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精品小型工厂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我们所有的机器 我们所有的机器应该都是国内比较领先的全套进口的这种 日本进口 台湾进口的这种加工设备 包括我们的工人去做流水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所以我们的品质一定是非常在线的 售后问题 我都能够给你及时的解决 不怕出问题 就怕没有服务 所以无论是品质和服务 我们在同类型的工厂里面 一定是非常出类拔萃的 感谢大家观赏 并且欢迎各位老板到我这边做订单 感谢大家观看